對手就是富邦漢將 那這個球由捕手來處理 這是一個傳球的失誤 急著傳球的宋家翔傳滴了 傳了一個vand 但其實那個獎都知道 但那個氣氛就是 不是說改就可以調回來了 接完了飛球 這次還是由 宋家翔來處理 起跑的一個動作 那兩好兩壞這個就是說在 投打平衡的時候 去抓這個變化球去起跑 所以做了那個牽制 拉弓箭 被三陣 三陣啊 所以就化解了這個半局的攻勢啊 留下一個雷包的殘累 這一棒直接做攻擊還蠻遠的 看能不能再飛得一點 打在圈啊 牆上 這是一隻長達 挑戰了中左外野方向 如果再偏一點的話 搞不好就上看台啊 不然起初安打也盡量能夠讓 壘上的跑者有推進的效果 打穿了 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二壘上的跑者林立呢 被擋下來 這個回穿球 紅綠燈這個時候生效 因為主要這個球 打穿的這個速度是強 外野的飛球就有辦法有分數進展 還是一樣的球路 再掉到的朱毅賢 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形成第二個出局數 揮棒落空 這個時候 對於樂天來說就可惜了 所以 遭到連續兩棒啊 遭到了三陣 如果你可以像 上個禮拜六 大鼓翔平那一場 兩個小時零五分搞定 那這樣就可以 降低這個比賽 打不完的機率 這個球 今天的這個位置啊 陳志鵬 左頭的這個角度 你從那個反應看得出來 他是蠻失望的 因為他 王聖偉是有點右斜後方 丟到人了 哇 田羽陸華 現在反過來了 換陳志鵬 也投出了觸生球 想點的話要往哪個方向呢 要往三壘的方向去點 好 點了 那這個就是沒有問題了 一個成功的犧牲短打 因為三壘這邊也沒有人 來得及過來補位 就由三壘手來處理 震到商務艙的那個概念 這個時候安達來了 回來了 那這樣子是兩方沒有問題了 陳志鵬都要上二壘了 他會不會移業呢 看鏡頭 鼓掌 因為他在跟統一樂比賽 被觸生球的時候 他樂到被移業 就很少看到你們 觸生球是 是喊移業的 好 這一幫打出去 但是可以做一個推進 如果是像第一個打 其實打陳志鵬的板方向的話 那就幫不到忙 但是因為他是 順向打到二壘的管區 會去複製掃 真的是打第一顆 但是一次打得不差 進到了 這個 右外野手的手套 也就是孔念安的這個手套 形成了出局 不過有沈進的40安打 樂天是先得了兩分 所以現在能夠年輕選手 也趨於這種比較年輕化 所以機會來講 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好這個球呢 是打到了二壘的管區 我們講米字部的後半部 會做出去這些這些講述的變換練習 好這個球接到之後 打一半 換的方式 哇 陳柯毅趕快呢 一傳三 現在的打者真的都進化了 尤其是腳層的部分 一點瑕疵都不能有 用滾地球來講 他能夠迅速的去變換他的一個重心 這個彈跳被林辰飛 這個半球 哇這個半局 三個內野的反彈球 都被樂天的有效的處理掉了 三上三下結束了這個半局 打 等於周就有六場賽事喔 就這個球平飛 遭到了接殺 進入到投球這個動作的時候 手指頭的變化就是 稍微轉換一下不同球 握球的方式 沒有打好喔 有捕手的接 對 等了非常的久 這個球在空中 打太高了 最後張靜德還是穩穩的 把這個飛球給接住了 喔這個球被帶到了 應該是安打了 反方向的一支平飛安打 兩出局之後 朱毅賢也敲出了 今天這場比賽個人的第一支安打 阿 阿 喔追打 如果是插到的這顆球 有插到嗎 沒有插到 所以他也沒有動啊 所以 一個碰是一個三陣耶 所以結束了這一個半局 五局打完呢 一局的範圍內 對 小飛球 哇 落地 這是一支安打 由 新元旭敲出來的 這一支安打出來 我們什麼都明白了 剛剛我們講的這麼的保守 被你講 就安打了 出棒有點擠到 掌握住這個彈跳拋近的 凹到再傳一雷 那變成 Double play 要挑戰嗎 富邦這邊 看看是不是要挑戰 看起來有 挑戰的是一雷往二雷跑的新元旭 應該剛剛三壘的這個角度拍攝過去 應該就蠻明顯的 所以是Safe 等於就是一個內野反彈球 或者是這個觸擊的推進 到底是一樣 掉到了 所以真的是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所以這個半局 雖然有上到得點圈 但最後還是沒有得到分數 應戰費今天的上美 是因為四海球保送 打第一顆球 飛得還蠻高的 還在飛 看著球馬師飛過去了 剛好過牆 紅龍 那阿菲開紅了 本季的拳雷打也出爐了 而且這一支揚春棒的直接幫球隊 再多添一分保險了 這個會對於 我想對選手自己來說 就 看有沒有也有這種激勵的這種效果 因為我們就說先前這個位置 打擊上面 幾位選手輪流來當發揮都不是那麼好 對 對 碰到了 哇 今天 單場出現了第二次的一個觸身球 變化球去做攻擊 哇 沒空進去 四海球保送 那這樣要喊暫停了 因為連續兩個四十球出現了 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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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距離 夠 要注意要回船的 哇 二壘決定還是要跑踩煞車了 哇 做了一個 這算是假動作 嗯 這兩棒今天都還沒有安打 嗯 喔 今天要從他手上敲安打的只有 新連區 但問題這樣 會要換 喔 結果安打安打來了 那這一隻安打應該會帶一分打點啊 得點圈的情況下 平非安打出現了 好啦 現在就看教練台是不是要 止血 還是 還有空間 只是 林哲軒已經是代表的追平分了 所以超前分都要上來打擊了 而且這時候做代打的更換啊 這棒有點擠到 但是 遭到的接殺 而且 距離近的關係 這二壘上的跑者也推進不了 先解決了一個出局數 形成了兩出局 喔 一壘方向啊 由郭文文接住了 自裁壘包就可以了 所以換投手啊 是有收到效果的 連續解決了兩名打者 不過這個半局富邦也有收穫啊 追了一分 出爆 喔 投手自己接 小拋給一壘手 抓到出局數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跟他的訪問就還 就是 我覺得還算正常 嗯 就可以表達的再更多一點的 喔 三陣出局喔 有備而來喔 喔 郝靖似乎也知道 嗯 球隊最近 投手傷兵比較多 需要頂住 而且今天 看到 土投有這麼好的表現 嗯 擠 會比較擠一點 出棒 外野飛球 這個棒子還打斷了 已經看到成績 就位 再見 接殺 郝靖的這場比賽啊 關門成功啊 拿到本地第三個 救援成功 那最終的比數呢 就是 3比1啊 由樂天桃園啊 在主場 終於收下了 勝利 而且也要恭喜 陳克毅啊 在這段時間 等於 球隊 投手先發戰力 有缺口的情況下 連著兩周 他的輪值 都幫球隊 拿下勝利啊